跟大家分享一个tweet 说得很清楚 到底现在美国什么情况 美国现在有些银行家所控制着 他们就在金字塔的顶上 所以我们发现美国的经济完全是金融化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钱利润第一 人什么都好 只是用来提供利润的方法 下面有指出很多东西 第一 战争是好的 永远的战争更加好 而人只是一个resource 一个资源 可以在那里把钱蒙出来 Fake news 假新闻 Toxic Entertainment 有读的娱乐 是收入的非常好的来源 一些廉价的junk food 没有营养高糖分的食物 加上非常昂贵的医疗 是一个非常好的business model 赚钱的办法 长期变弱 没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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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理想的 你不停吃营养 营养 营养是一个赚钱很多的业务 银行家靠什么赚钱呢 就靠借贷 和控制 所以无怪政府好 个人好 都现在有非常大的欠债 大家记住了 债是两边的 有人欠债 就自然有人借 问题是借的人 钱是谁来的呢 在美国政府上 这些钱是无中生有的 被变出来的 美国政府出一个 所谓的美国债券 债券是印出来的 然后给银行 银行就可以用它 变钱出来的 对不起 你们老百姓 不可以变钱出来 你们一定要遮 但政府可以变钱 其实不是政府变钱 政府要还的 银行家可以变钱出来 无本生利 拿着你一张 就可以照引银纸 最好处就是银行家 接着就是 把所有东西都私有化 达到最高的利润目的 现在这个 扔扔转 在全球正在推行 我经常说 私有化其实就是 官商勾结 政府将有值钱的东西 给私人机构赚钱 而本來可以作為政府收入 現在一次過賣掉它 以後就要繼續向這些銀行家借錢 這個串串 就是目前的資本主義制度 美國引領的 它作為可以隨便引銀資的國家 自然就什麼都爽 但我們就慘了